虽然说现在钱包里的钱是鼓鼓的了 买汽车可谓是小菜一碟 情况是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还是犹豫下不了手 毕竟现在油价的涨幅还是很大 那总不能把大部分的支出在油费上耗着吧 所以油耗低这样性价比高的车型可谓是老百姓心头好 但油耗只是我们老百姓考量的标准 可是土豪不是这样想的 毕竟土豪可不是想油耗 只要有良好的驾驶体验 有出色的车辆性能 油耗简直就是不在话下 有这样的需求市场居然会有车商迎合 那么他们的油耗是怎样的情况呢 据说全世界最耗油的五款车的第一名 十分钟就可以烧光一箱油 那具体是怎么样呢 排名最后的是劳斯莱斯幻影敞篷版 这款车在全球限量35辆 限量当然售价也很美丽 2000万人民币 6.7升的发动机也要搭配95以及以上的汽油 百公里油耗是21升左右 换算成人民币折算 就是100公里里程就是160元 紧随其后的也是有名的豪车 与前车的发动机相比 也就多了0.1升而已 油耗也就多了1.4升罢了 这样的油耗在有些人的眼里 简直就是可控范围了 法拉利不甘示弱 熔灯第三名 6.3升发动机 油耗驾驶百公里至少25升 油耗这么厉害 但是性能可厉害了 百公里加速仅需要3.7秒 油4G系统的辅助任何路况就如铝平地 只不过体验过速度的激情后 20分钟也就该加油了 蓝波基尼Aventador Roadster 售价在800万元 买得起这辆车的人当然也就不计较油耗了 6.5升V12发动机的配置 每行是100公里 理论上需要加油25升 压轴的就是我们布加迪威龙 配置是8.0升发动机 百公里油耗达到了30升 预示着在急速状态下 10分钟便可以榨干一箱油 这样惊人的油耗简直是吓人 排放的不是尾气 是钱的味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